喂喂喂,王的女人,谁敢动? 作者,拈花惹笑,博奖,一刀苏苏,一种侃侃,后期,千学 第174集 夜色中,分明有什么东西在半空一闪而逝 那东西落在火堆中,忽然,火堆噼里啪啦一声 吸雷弹,当心 木暮脸色一沉,长臂一伸,将凤九儿和小樱桃拉了过来 以最快的速度往地上扑去 其他的人反应可没有那么迅速 轰的一声,火堆猛然乍响 那一刻,哀嚎的声音震撤了整个天地 霍炎和炎孝卫,以及乔木,刚才都在一起烤肉 离火堆有那么一点距离 今晚人那么多,大家都在热闹 谁也没有注意到,危险的气息正在靠近 但霹雳弹,就这样被丢进了火堆里 炸伤了那么多的穴子 震耳欲聋的声音,就像是在耳边响起那般 虽然有木木的守护 但凤九儿和小樱桃,还是觉得耳朵很疼 疼得一直在耳鸣 炸药 九儿,想要将木木推开 木木却一直紧紧地将她护在身下 不许她离开半分 抬头望去,地上倒着十几个穴子 都是刚才围着火堆跳舞的人 有些人轻伤,却有几个分明伤得不轻 周围的人都在躲避 霍炎和炎孝卫以及乔木正在赶来 时间因为那一阵巨响 仿佛停止了那般 耳朵好像被震坏了 周围那些人的呼唤声,哀嚎声 凤九儿也听不到 她用力地甩了甩头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清醒了过来 立即推了木木一把 木木,救人 木木一跃而起 牵着她站了起来 回头望去 地上的学子们还在哀嚎不停 一个个都受了伤 火堆被炸开 火星洒了一地 地上还有不少在燃烧着的木头 乔木跟着霍炎和炎孝卫 不断将那些燃烧的木头丢了出去 学子们却还愣在一旁 不少人都被吓到了 完全忘了该如何反应 竟然有人扔霹雳弹 这种武器很多人只是曾经听说过 根本连剑都没见过 凤九儿一抹脸上的汗 立即从包包里取出银针 就要过去 木木却将她一把扯了回来 冷冽的目光扫过周围所有人 那个人就在我们当中 木木的话 让周围大部分人 一下子就退了好几步 不知道是想要表示自己的清白 还是担心这个潜藏的人手里 还有霹雳弹 这霹雳弹的杀伤力 实在是太强悍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弹药 一下子就伤了他们十几个人 最该死的是 刚才因为第一次和九儿牵手跳舞 木木竟然放下了戒备 等看到霹雳弹出现的时候 已经晚了 除了护好九儿和身边的小樱桃 竟也没来得及 看清楚到底是什么人扔出来的东西 似乎是在他们身边不远处丢出来的 那个角度正好被小樱桃挡住 所以没能在第一时间看到 小樱桃从地上爬了起来 被胆大的学子扶着退开 回头看到木木高大的身躯 依旧是有几分后怕 可是一想到木木 刚才还用身体护着自己 心头却又酸楚不已 虽然明知道 木木只是因为太善良 不忍心看到身边的姑娘受伤 但是她如此护着自己 却已经叫她彻底死心塌地了 你盯着人 我必须马上要救他们 凤九儿挣脱木木的大掌 知道她在担心那个人会继续出手 但是她现在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全 见死不救 木木只能盯着周围的人 严防那个人还会出手 霍小伟 立即让人将这里所有的人全部封锁 一一严查 是 霍言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刚才木木开口说话的时候 忽然间就有种错觉 仿佛听到九王爷在下命令那般 所以竟然轻身寒手领命 再一想 才顿时一阵脸红改口道 好 我这就让人言查 木木一个心学子 竟然有九王爷的贵气和威严 简直不可思议 凤九儿已经取出针包 开始动手给大家处理伤口 乔木成了她最好的帮手 后来就连小樱桃也加入了抢救的队伍中 在医馆的大夫过来之前 九儿基本上已经让受伤的学子都冷静了下来 只是没有想到 竟然连红鹰都受了伤 更可怕的是 她伤的不是别的地方 这是姑娘家最在意的脸 脸上活辣辣的 抬起手一抹 上头全是血 看着手背上的血 红鹰整个人都傻眼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会伤了脸 她的脸彻底毁了 别担心 会好起来的 凤九儿 想要给她施针 红鹰却一把将她推开 分明激动不已 我的脸 我的脸 不要怕 会好的 相信我 一定可以慢慢好起来的 只是 好起来之后 这张脸在现在这种医疗条件下 恐怕 是真的要留疤了 这姑娘跟着七公主过来 七公主自己走了 却把她留在这里 九儿也没有想到 红鹰也能和大家玩到一起 可是 现在这样 不会好的 好不了的 红鹰一把将凤九儿推开 站了起来 忽然惨叫了一声 跌跌撞撞 闯出了人群 严校尉 快去看看她 凤九儿真的没有办法跟过去 这里还有太多需要自己的人 严校尉一愣之后 立即追了出去 红鹰是七公主身边 最受宠信的女侍卫 她和七公主一样 从来不会参加学院这种活动 没想到 今晚心血来潮 陪同七公主过来 竟然落得这样的下场 要是七公主怪罪下来 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承担这罪责 后山这一消息 很快就惊动了阎武大楼那边的人 战青城赶过来的时候 凤九儿正和医馆的人一起 正在抢救伤者 那道素白色的身影 在眨眼间 来到九儿跟前 一把扣住她正要下针的手 她眸色森寒 一脸不悦 你受伤了 九皇叔 我在救人 凤九儿没心意紧 竟用力推了她一把 战青城没料到 她竟然对自己如此无礼 正要将她拉起来 却在不经意间 看到凤九儿眼底的执着 面对伤者 她执念如此深 不担心自己的安危 眼里只有那些 等待她救助的人 那一刻 一向习惯了自负的九王爷 竟然也在她的认真 和执着中看吃了 再见